南岛典会在一集 对过年开幕到达10天的时间 毕竟传下超过100万的参观进出 也好南岛典会和一集典公司都非常欢喜 先来要过十多天的一集典会 感觉李明珍也希望有客 同样没能做过的力气水道 精神打造的云金水道 晚上美类的典型和正式 也創造了相当的专心感受 专门是公里的典海水道 先为专台独有的收听别人 晚上为民间奉向来到这一集典的力气水道 就能看到相当压力的热口意向 然后就是专门有5公里的典型和重视 差不多5到10公里 就有一尊用LED典会作成的卡通图案 在晚上看起来是特别明显 然后来到两座会车站旁 有V类的典海水道 这就是这次南岛典会在一集 特别大作为就是专丁一日 喂 这国车 我配偶蓝头灯会在集集 我们集集绿色隧道 沿线大概4公里长 都有配置一些光灯来点缀 以前我在当镇长的时候 晚上白天是绿色隧道 晚上变成房金隧道 都是用灯光点缀的 如果各位想要到集集 来欣赏灯会 到2月29号 你们就可以沿丁隧隧道 一直走进到我们的灯会场 沿路都有这个灯光来指示 希望大家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 南岛典会在一集 为过年已经开不过10天的时间 已经准备超过100万的参观人数 就算在过万年的日子 也同样有很多UK前来参观 冰昼常常都是博物 这种的好信件 让南岛典会和一集顶公司 是非常欢喜 那今年在新政府的加持之下呢 我们已经那个接近突破100万的人次 那很明显的这个游客的 这个旅游的这个人数 是有明显的上升 那有些不错的作品 然后也得到不太不错的回响 然后也有一些很特别的作品 最近在网络上也得到 蛮多大家的关注 我觉得也是无伤大雅 一些小玩笑 大家可以就此来来关注这样子 民宿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我们这次南岛典会在积极 到目前为止 突破百万人以上来参观 像这么寒冷的天气 也是游客乐意不足 也都利用时间来观赏 我们积极的典会 是非常有看头的 已经水都专等五公里 无论游客还是民间风向进入 远路路人当险上未来丁境 中间经过两天 也一定要留车 感受兼项在定海水都为美丽感受 记者金融专 蔡宏报道